末世毫无征兆的来临,丧尸横行 美好的校园短短十分钟变成了人间炼雨 我们宿舍成为了整个校园最安全的地方 整个宿舍被我们打造成坚固的堡垒 我们还有堆满了整整两个宿舍的充足物资 这得益于我们宿舍从末世重生回来的杜日希 一个没有课的下午,我正窝在床上看剧 我隔壁的床铺突然剧烈地摇晃起来 床帘内头还传来了痛苦压抑的声音声 今天下午是五一放假前一天 我和杜日希都没有课 宿舍另外两个室友下午还有一节课还没回来 所以宿舍只有我和杜日希 我带着耳机看剧,隐隐约约感觉到床的抖动 杜日希声音的声音也透过了耳机传入我的耳朵 我连忙摘下耳机,拉开隔着我们两个床之间的床帘 只见杜日希平躺在床上 一双手在空中胡乱地挥动 面容猙獰地闭着眼睛,嘴里发出啊呀的声音 小西,小西 我推了推杜日希担忧地喊道 只见杜日希突然睁开眼睛猛地坐起来 她浑身就如同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痘大的汗珠从她额头滑落 她的肩膀剧烈地起伏 安静地宿舍只有她粗重地喘气声 我被杜日希这副模样吓了一跳 小心翼翼地开口 小西,你怎么了? 你做噩梦了吗? 杜日希突然转过头,目自欲裂地看着我 她脖子上的青筋也因为激动而突出来 我被杜日希这副模样吓了一哆嗦 正打算开口说什么 却看见杜日希脸上变成了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紧接了一下,扑到我床上,把我扑倒 圈圈 杜日希死死地抱着我 我能感觉到她肩膀微微颤抖 似乎在哭 我是不是死了? 这里是天堂吗? 呜呜呜,终于能见到你了 圈圈 杜日希抱着我一顿哭 嘴里还说着我听不懂的话 我被杜日希抱得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 放,放开我 你再抱下去,我是真的要上天堂 杜日希似乎也感觉到这里不是天堂 她连忙回过神放开我 我咳嗽好几下才缓过来 抬起头对上杜日希不可置信又内疚了眼神 对,对不起 没事,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比起我自己,我更加担忧杜日希 正常人做噩梦怎么会这么大反应 杜日希的表情瞬间严肃起来 你先告诉我,现在几月几号几点了 4月30号,下午3点啊 我很疑惑杜日希为什么这么问 你下午2点半才开始午睡的 你不记得了吗 4月30号,杜日希脸上的神色变化多端 说不出是庆幸还是严肃 圈圈 杜日希突然抓着我的肩膀 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接下来我说的话,可能十分匪夷所思 但我希望你相信我 随着杜日希的诉说 我才知道杜日希是一个月后重生回来的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她说前天后,五一假期一过 世界各地突然出现了丧尸 末世来临 连我们的校园也不可避免 按她所说 五一假期回来后的第一天 他们正下课回宿舍的路上 我们宿舍四人亲眼目睹了人 吃人的情景 而被咬的人截二连三地变成了丧尸 校园在短短几分钟从欣欣向荣 变成了人间炼狱 那时候我们宿舍四人索性跑得快 回到了宿舍 但我们也一个个地死去 最后杜日希也落入了丧尸的口中 被丧尸分屎 听着杜日希的话 我内心充斥着怀疑 但杜日希的神色十分凝重严肃 不似作假 再加上杜日希平日的性格十分正经 从来没开过玩笑 不由的我也开始相信杜日希的话 咦 你开玩笑的吧 我虽然内心已经偏向杜日希的话 但我在这么科学的现代世界 活了十八年 一时之间也没办法完全接受杜日希的话 杜日希猜到 我肯定不会马上相信她的话 她看了看我放在一边 平板上显示的时间说 现在是下午三点三十五分 还有三分钟 梁小可和陆欣一就回来了 他们会带着四根烤床回来 我和杜日希坐在床上 谁都没有说话 等待着梁小可和陆欣一回来 我从来没觉得 三分钟过得这么漫长 伴随着说话的声音 进来的是梁小可 而跟在梁小可身后的是陆欣一 她的进门还带着一股烤床的香味 她的手上果不其然地拿着四根烤床 我马上惊恐地看向杜日希 你 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 陆欣一会带烤床回来了 我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杜日希又看了看时间说 五分钟后 601宿舍的女生会因为被同宿舍的室友 投用了化妆品而炒起来 陆欣一和梁小可听着我们的对话 有些疑惑 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吗 陆欣一遍疑惑地问道 一遍递了两根烤床给我们 看我特地给你们带的烤床 我木讷地接过烤床 没有回答陆欣一的话 内心还处于震惊中 杜日希也没有说话 手里紧紧拽着烤床的竹签 我和她都在等待五分钟后 601会不会吵起来 然而五分钟的时间刚过 宿舍外面马上就传来吵闹的声音 我们马上打开门走出宿舍看 走廊另一端的尽头 601宿舍的门口 有两个女生互相扯着头发打起来了 其中一个女生 嘴里还喊着小偷化妆品的字眼 这下我不得不相信杜日希的话 601宿舍和我们宿舍没有任何交集 我也不认识601宿舍的人 何况是平日沉默寡言 除了我们宿舍 并没有和其他人交好的杜日希 卧槽 梁小可马上反应过来 震惊地看着杜日希 小心你觉醒力言能力了 对呀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打起来的 陆欣一又惊讶又激动地说 杜日希关上宿舍门 把刚跟我说过的话 又对着梁小可和陆欣一重复了一次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丧尸 这怎么可能呢 看着梁小可和陆欣一的表情 我心想我刚刚是不是也是这么一副 被雷劈的吃傻表情 如果小希说的是真的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些什么准备了 陆欣一平日里就喜欢在某户上面看小说 她接受能力十分强大 按照小希的话 七天后我们的校园丧尸横行 我们应该囤点食物 梁小可作为我们宿舍的大姐 已经开始思考如何活下来了 不只是食物 水源 武器 还有各种生活用品 我们都要大量的囤 杜日希说 我们宿舍四人 在回过神后 马上开启了紧急会议 制定末世囤货的计划 按照杜日希的话 我们四人虽然有幸躲过了丧尸 但也被困在了 这总共只有20多平米的宿舍里面 末世的一开始 因为陆欣一平日里就是吃货 再加上最近我们都在熬夜写论文 所以宿舍里不仅存了一点零食 还有一箱方便面 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们的食物也慢慢吃完了 而且末世来临后 没过多久 宿舍就断水断电 食物和水源的缺乏 让我们不得不出去寻找物资 而梁小可 就是在第一次出去寻找物资的时候 不幸被丧尸抓伤 说到梁小可的死因的时候 杜日希脸上十分懊恼难过 我们三人连忙抱着杜日希安慰着她 说起来 我们这宿舍的四人关系十分亲密 虽然是不同专业 但从大一到大三一直相处至今 可以说胜死亲姐妹也不会过了 杜日希是农村家庭 她靠着自己的努力从大山里走出来 而因为她家里种男轻女的缘故 一直不待见她 杜日希连上大学的学费 都是自己打工赚的 她和家里的关系并不好 而梁小可的父母都是军人 她鲜少提起她的父母 只听说过 即使过年她也是一个人过的 陆馨仪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 一直被爷爷奶奶带着长大 而去年她爷爷奶奶也去世了 只有她爸爸那边的亲人 会定期每个月 给她转一千五的生活费 平日也没这么联系 而我 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和爸爸的交流少了 关系自然也变淡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天意 让我们这四个家庭 各有问题的人聚在一起同吃同住 宛如亲姐妹 如今已经是4月30号 明天就是五一假期 杜日希看着我们三人突然说 其实你们可以回家 家里是不是总比宿舍安全多 我没想到杜日希会这么提议 她说的没错 比起宿舍我的家确实安全的多 但我回去了 其他人呢 我不回 想到新年回去的时候 爸爸带着后妈弟弟去了旅游 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大房子给我 我内心就泛起一阵苦楚 不是说是好姐妹吗 说好的同生共死呢 我也不回 反正我也抢不到回家的票 梁小可耸了耸肩膀说 我也一样 况且我们回去了 你怎么办呢 陆馨仪紧紧地握着杜日希的手说 你们杜日希红了眼眶 马上严肃认真的说 那接下来听我的安排 我们四个人都决定不回家 打算把宿舍打造成末世来临后 最坚实的堡垒 杜日希是土屋工程专业的 她去负责加工门窗 梁小可和陆馨仪都是农业学 他们去了一趟花鸟市场 买回来许多蔬菜的幼苗 陆馨仪还买了鸡鸭个五只 而我学的是波音专业 这放在末世什么都拍不上用场 但我有超能力 我直接揣着一张 有数不清零的余额的卡开着车 来到了批发超市 我爸虽然一心放在弟弟和公司上 但是每个月固定 都有50万的生活费 打到我的卡上 到了批发超市 我按着杜日希写给我的清单 开始采购 首先是末世来临后 方便囤的食物 某个大牌的方便面 每个口味各来了五香 还有自热米饭 自热火锅 每个口味都来了五香 以防万一大米 我也买了五袋 各种素食和即食 水果罐头 速冻饺子 速冻包子 各来了五香 还有饮料 某牌子的运动饮料 也买了两香 还有陆馨仪爱喝的奶茶 梁小可喜欢的肥宅快药水 我喜欢的六德利乌龙茶 各买了两香 路过零食区的时候 我犹豫了一下 按道理零食 这些不是优先选择的 女生每个月需要的卫生巾 日用夜用 更买了两香 还有安睡库和纸尿库 也买了两香 还有纸巾和湿纸巾 也更买了三香 消毒的免洗手液 也没有落下 杜日希考虑到 末世来临后的不久会断电 蜡烛也要准备不少 路过运动特区的时候 我更买了八根棒球棍 八套互吸互腕 八块互目镜 还各自买了四套攀岩的工具 超市的经理 看见我买了这么多东西 随口问了一句 会不会又有疫情 以防万一还是得囤点 吃得再宿舍 超市经理点点头 不知道有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 但我也只能言之于此了 因为我采购的东西比较多 是可以直接送货上门的 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临时的小仓库 地址填的是那个仓库 如果直接这么多东西送到学校 即使五一假期校园内没多少人 但也难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以防万一只能把物资先放在仓库 等晚上我们再开车 一点点运回去宿舍 我们学校的桶装水 是有固定的合作商 填到别人宿舍那里 送水的阿叔就会把水直接放在门口 等阿叔一走 我们就偷偷过去把水抬回来了 但桶装水比较占空间 我们看着只是放了六桶水 就变得非常狭隘的空间陷入了困难中 哎 我一拍脑袋 隔壁620是不是空的 女生宿舍每层都有20个宿舍 我们宿舍在619 而我们隔壁620是最边缘的宿舍 620宿舍一开始只有两个女生住 但后来那两个女生的专业有人退学了 两个女生就换了宿舍 头顶夸赞党 虽然620宿舍是空置没人住的 但620宿舍也上了锁 只有宿管阿姨有钥匙 但是突然问宿管阿姨 要620宿舍的钥匙宿管阿姨也不会给 考虑了一番后 杜日希决定直接在两个宿舍的墙开个洞 让两个宿舍连通 开洞这门技术可难不倒土木工程专业的杜日希 她马上就拿了工具开始钻洞 钻洞的洞景可不小 但还好五一假期宿舍几乎没什么人 联宿管阿姨也不在 但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最后还只是在两个宿舍之间 开了一个半米高的洞 够我们爬着来回 我们把我超市买来的大部分物资和桶装水 全部放到隔壁 足足把隔壁宿舍堆得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我们还用各自的淘宝下单 分了不同的店铺买了不少药品 像是绷带纱布 点赋消毒水这些必不可少 还有各种药品维生素 而梁小可和杜新仪在宿舍把没用的东西 全部打包扔掉 我依依不舍地看着我那些香袋宝宝 和各种大牌化妆品 其中还有我还没开封的 为了给宿舍囤地方只能全部清空 姐妹 别看了 末世来临 香袋挡不了丧尸 梁小可直接捂住我的眼睛说道 我咬咬牙 一狠心把包包扔进箱子里面再也不敢看 我怕我多看一眼就心痛 这几日我们轮流网易站收快递 搬运购买的物资 也得亏五一 大部分学生都回家了 我们搬运物资才没有那么束手束脚 这几日我们累得每天晚上沾枕头去睡 我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短短两日都练出工二头机来了 距离杜日希说的末世来临还剩下三天 五一假期的倒数第二天 我去淘了两块太阳能发电板和小型蓄电箱 放在620 还买了一个净水过滤器 听杜日希的话 末世来临没多久就停电停水 但是中间下过两场大雨 那时候就可以接雨水来用 杜日希也把620的床拆掉了 拿卸吊床的木板和铁条 把620的门从内死死的封住了 我们宿舍因为暂时还要进出 所以门还没有封上 杜日希用剩余的材料 把阳台的铁栏加固了一下 620那边甚至用铁架和木板 把阳台大半边封死了 只在最右边留了一个 让阳光照着的口子 但那边的口子也用铁条加固了 封死的620如果在末世 被有些人注意到 确实挺引人注目的 但是杜日希封得十分牢固 我们宿舍又在6楼 就算被人注意到 也不可能凭空爬到6楼 再破开这些汗丝的围栏进入吧 等我们把物资塞满了两个宿舍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五一假期也结束了 陆陆续续的有人拉着行李 回到学校 我站在阳台看着楼下 不少人拖着行李箱回来 夕阳下 整个校园都是 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场景 我有些不敢想象 这么美好的一幅场面 在两天后 真的会变成人间炼狱吗 陆心仪似乎看出 我的忧心忡忡 她突然一拍巴掌提议道 各位 不如我们去吃火锅吧 吃火锅 梁小可没想到 这时候陆心仪还能想着吃 我看了看陆心仪 故作轻松地露出一个笑容说 心仪提议得很好 现在不吃 等末世来了 想吃都吃不了了 于是我们四个人溜出去学校外面 到了某底捞火锅店 打算痛快地吃一顿火锅 这一顿我们几乎是敞开了肚子来吃 等四个人都酒足饭饱后 各自摊在座位上打着宝格 你们快看这个 梁小可摊在座位上刷手机视频 突然看到什么 猛地坐起来说道 我们凑过去看梁小可的手机 只见她手机上播放着一个视频 一条不知道哪里的大马路上 一个浑身是血的人 以一种诡异的行走姿势扑向路人 朝着路人的脖子就是一口 场面极其血腥恐怖 而被咬的路人发出了痛苦的惨叫 没多久就没有动静地倒在地上 那咬人的人发出了奇怪的吼叫 紧接扑向了下一个路人 视频在那人扑向下一个路人的时候就结束了 但我们都注意到了 那个被咬过倒下的人 在视频结束的最后一秒 头似乎抬了一下 我们反复看了几遍视频 梁小可和路心仪的脸色难看的难以形容 我知道我的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段视频的发出时间是十分钟前 但已经有上万条评论了 有的人说是真的 他们在现场 而有的人说这是合成的视频 不要发出来让大家恐慌 但我们四个人心里都明白 这肯定是真的 是真的 路日西一脸严肃的点点头 但我没想到丧尸这么早就有了 这个视频的城市是哪个城市 我问梁小可 我看看 梁小可马上点开评论区 但下一秒 视频就突然被下架了 连同评论也看不见了 视频 下架了 我们四个人沉默地坐着 一时之间谁也没有说话 原本因为吃火锅吃得满足 而愉快的心情 一瞬间荡然无存 梁小可回到宿舍的时候 就给家里人打两个电话 并不意外的 电话的那头一道冰冷的女生 你说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也给我爸爸打了电话 第一个电话没接 第二个快响零完了才接的电话 但电话那头的人并不是我的爸爸 喂 圈圈 有什么事吗 电话那头是我的后妈接的电话 梁阿姨 我爸呢 我和你爸爸在游乐场 你爸爸带着弟弟去做旋转木马了 有什么事吗 梁阿姨那头很吵杂 嗯 没事 我张了张嘴 不知道该说什么 先不说了 我这边太吵了 梁阿姨那边匆匆地说了一句 便挂断了我的电话 看着因为电话挂断而黑屏的手机 手机上映出我的表情有些落寞 我深呼吸一口气 重新发起精神 在微信上门 给爸爸发了条囤货的通知微信 便放下手机 去帮杜日希清点我们的物资 我们宿舍四个人 第二天都请了假 因为我们四个人 在各自的专业成绩都不差 所以辅导员没有多问 我们把宿舍所有可以用来装水的器皿 全部都装满了水 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电脑也充满了电 我躺在床上刷了一挥手机 不知不觉就睡过去了 我是被下午下课的铃声吵醒的 醒来的时候看了一眼 时间已经下午五点半了 刚好是下课时间 大家快来看 梁小可的声音从阳台传过来 我趴在阳台边往下看 却看见了令我久久不能回神的一幕 只见我们宿舍正对着的校园小道 有不少人尖叫着四处逃散 而空出的空地 有一个人正扑在另一个人身上 隔得有点远 我看得并不真切 于是我拿起了前几日就买好的望远镜 一看 那扑在别人身上的人恰好抬起了头 我对上了一张满是鲜血 只有眼白的脸 那人僵硬地歪了歪脖子 突然朝着尖叫的人群再次扑了过去 她的脚明显是跛脚的 行走的速度却极快 一瞬间又扑倒了一个还没反应过来女生 与此同时 那原本被啃咬过躺在地上的人 却突然抬起了头 以一种核心力量极强的诡异姿势站了起来 那人的脖子被啃掉了一半 脖子连的脑袋的地方勉强相连 但那人却似乎感觉不到疼痛一般 站在原地僵硬地转头看像 举着手机还在拍照的人 然后紧接着也扑向了人群 这一幕吓得我脸色苍白 一下没回过神 漠视果然来了 杜日希在我愣神的期间 已经从隔壁搬来了剩下的木板和铁架 用钉枪和电焊狠狠地把宿舍的门封死了 这时候已经顾不上吵杂声 会吸引其他宿舍的注意了 当然 其他宿舍的人估计也顾不上留意 我们宿舍传来装修的声音 我和梁小可 陆心仪三个人 好久才从目睹人吃人的冲击中回过神来 此刻宿舍楼下到处都是逃散的人 但也有不少人已经变成了丧尸追赶着活人 这时 我们的手机都疯狂响起微信消息的提示音 微信里学校的每个群都在疯狂轰炸 救命 十五 十六栋宿舍前面有人吃人 三教教学楼也有 是丧尸吗 为什么人会吃人啊 是在拍戏吗 是不是学校在整骨我们 救救我 我被咬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与此同时 辅导员也在班级群里面爱特全员 同学们 学校里面出现了点意外 请各位同学尽快回到各自的宿舍 不要出门 老师 救救我 我被咬了 老师 救命 我被困在四郊了 同学们不要惊慌 在室内躲好 关好门窗 不仅微信群上门闹哄哄的 连宿舍门外也传来闹哄哄的声音 我听见有人拍打着隔壁宿舍的门 听声音似乎是我们班班长的声音 开门 求求你们 开门 班长似乎在用力地拍打着隔壁宿舍的门 汪汪的声音顿时吸引了宿舍楼里面丧尸的注意 我听到班长惨叫着 还有一些奇怪的吼叫声和咀嚼声 慢慢的班长的声音小了下去 我们四人紧紧抱在一起坐在门后 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 门外的班长似乎还没有死去 我听到了稀稀素素的声音 喂妈妈 门外传来班长虚弱的强忍着疼痛的声音 妈 你和爸爸快点躲回家里 不要出门 我 我在宿舍 很安全 放 放心吧 班长的声音带了点哭腔 嗯 我 手机掉落的地方离我们宿舍的门缝很近 我听见电话那台传来一把焦急的声音 喃喃 喃喃 再接着 手机似乎被变成班长的丧尸踩碎了 彻底没了声响 我听了外面不断传来人的惨叫声 丧尸的咀嚼声和低吼声 还有什么东西在地上拖动的声音 即使隔着门 我也能闻到空气中弥漫了一股浓郁恶臭的血腥味 我们也不知道在地上坐了多久 直到天色完全黑了下来 外面才慢慢安静下来 但依稀能听见外面走廊有来回的脚步声 黑暗中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连呼吸声都为不可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突然听见黑暗中传来咕噜噜的声音 对 对不起 我好像是饿了 陆馨仪用七音小声地说道 我能看见有人引挠了挠头 似乎是不好意思 陆馨仪这下咕噜噜的饿肚子稍微缓和了我们紧张的气氛 要不先吃点东西 梁小可一边提一道 一边摸索着准备开灯 我感觉我身边的杜日希猛地站起身 不要开灯 他应该是拦住了梁小可开灯的动作 从现在开始 尽量不要被别人知道 我们宿舍有人 杜日希严肃地说 亲眼目睹了丧失痴人之后 我们三个人都有些无错 杜日希这个重生回来的就成为了我们的主心骨 因为我们宿舍并没有封窗 所以我们爬到隔壁620宿舍点了一根蜡烛 就着微弱的光芒 各自各自泡了一堆泡面吃 吃完了泡面稍微回过神来 我们去看各自的班级群 班级群里面已经没有人说话了 最新一条消息 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前的事情了 发消息的人只发出了一个注 我点开微博 才看见微博的首页 全是各地各处人吃人的视频 估计是管理微博的工作人员也自身难保 所以这些视频并没有被和谐下架 我们四个人一起挤在一张床上门 黑暗中除了呼吸声和走廊外面的脚步声 再也没有其他声音 而我也迷迷糊糊地 不知道什么时候睡过去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 我身边除了呼呼大睡的陆心仪 梁小可和杜日希都在不在身边 我在阳台找到了梁小可 她正在小心翼翼地 给他们买回来的蔬菜浇水 这时候还没有断水 为了不被人听到楼上有水声 梁小可的水龙头开得极小 一点点的接水 梁小可见我醒来了 用手指示意了一下杜日希在隔壁的620 我打开手机看了看 辅导员在早上7点的时候 在班级群里面发了一条消息 还有哪位同学还在的扣医 我数了一下班级群里面回复的人 只有7个人 但不确定其他人是不是跟我一样 都没有在班级群里面说话 而我昨天给爸爸发去的微信 到现在都没有回复 我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感觉 只按按祈祷爸爸他们平安无恙 我们这几天都窝在宿舍 手机还有信号 但朋友圈基本没有人发动态了 网上在一瞬间也安静下来 我们便用看书来打发时间 偶尔会跟着杜日希做一下运动 来保持身体的机能 整个校园陷入了诡异的安静 除了每日依旧会打响的上下课灵 和走廊外面来来回回的脚步声 再也没有其他声音了 到了第三天的晚上 我看见手机的屏幕亮了起来 手机提示充电电源断开了 停电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挫不及防的停电 让校园里面的幸存者更加慌张害怕 我听到了管道传来水流的声音 不止我们这栋宿舍 连同其他宿舍也有活人活动的迹象 导致这个晚上丧尸异常的活跃 我们宿舍也趁机洗了个澡 把这几天用的水全部添回去了 但我们依旧十分低调 在宿舍都光着脚走路 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 到了丧尸来临的第四天 我们传媒学院的大群 突然有人发了一条新消息 有人吗 有人可以给我们宿舍一点吃的吗 我们愿意高价买 求求了 我们宿舍真的一点吃的都没有了 说话的头像是个猫咪头像 估计是个女生 他发出消息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回复 先不说丧尸来得突然 如果不是我们有个重生回来的杜日希 也不会想到要吞食物 到了现在 每个宿舍仅存的食物 应该也紧巴巴了 先不说这个时候钱 已经成为最没用的东西 每个宿舍都自身难保 而且救了第一个人 就会被其他人注意到 从而暴露了自己还有存货的事情 成为大家的目标 我侧头听了听门外的声音 门外还有缓慢的脚步声 就算有心想要帮一帮 也没办法突破重重丧失到对方的宿舍 不仅是我 其他人的学员群里面 也慢慢的有人说话 同样都是求救求食物的消息 同样的 他们消息发出来之后 就如同石沉大海 没有人回复 我和陆星仪有心想要帮人 但是被杜日希严肃地制止了 这个时候 自保就够了 我们帮不了所有人 杜日希说这话的时候 握着我们的手微微颤抖 我马上猜到什么 上辈子我们三人怎么死去的 杜日希并没有详细说 但按照杜日希说的时间点 我们上辈子也是差不多第五天 食物就紧缺了 后来不得不出门寻找物资 而梁小可就是回来的路上 被丧尸咬了 日子又过了一天 传媒学院的大群 那个猫咪头像的人 又发了几条求救的消息 然而这一次 下面有人回复了 我这边可以给你两包方便面 但要怎么给你 我认识回复的人 他是播一二班的班长 平时为人就比较热心亲切 就住在我这栋宿舍的417 我们有无人机 可以用无人机运送 猫咪头像的女生 很快就回复了 后来群里面就没有消息了 不知道甚至他们家的微信私聊了 但很快我就听到了破风的声音 是有人控制着无人机 靠近我们这栋宿舍了 我们四人连忙躲回宿舍里面 也不知道无人机 有没有注意到我们 只听到无人机停在我们的楼下 没过一会又开着离开了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梁小可蹲在阳台 看着无人机离开喃喃道 我的太阳穴也突突地跳着 只觉告诉我梁小可的话没错 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果不其然 在第六天的下午 有四个男生包裹得严严实实 浩浩荡荡地直冲我们这栋宿舍楼 那四个男生 每个人都穿着厚重的羽绒服 带着头盔 手里各自拿着不同的武器 目标明确地往我们这栋宿舍楼移动 怎么办 陆星一再没心没肺 也猜到那四个男生是来干嘛的 担忧地看向杜日希 别担心 他们暂时进不来 杜日希冷静地从620阳台的小凤 拿着望远镜往楼下看 男生宿舍离女生宿舍 要穿过好长一段树荫小道 距离并不近 他们四个能走到这边 显然是有点能力的 果不其然 围头的男生 看着朝自己冲过来的丧尸 直接抡起棒球棍 往丧尸脑袋一挥 那丧尸的脑袋 瞬间就被打得偏向一边去 但按照常理 丧尸只有被砍掉脑袋 才不会动弹 那只丧尸 只是看看被打偏了一点点 很快又张着血盘 大口朝男生吼叫着冲过去 那男生又一次举起棒球棍 连续往丧尸脑袋上砸好几下 直到丧尸的脑袋 都被捶得血肉模糊 看不清那原本是脑袋了 我看见如此血腥的一幕 忍不住捂着心口干呕了几下 不敢再看了 但杜日希说的没错 那四个男生再怎么英勇 最后出现的丧尸越来越多 他们四个人也不敌成群的丧尸 最后又跑掉了 当时丧尸爆发的时候 我们十五 十六栋宿舍 是距离丧尸爆发地点最近的 一开始 即使不是我们宿舍楼的人 也全都涌过来避难 所以导致我们宿舍楼下的丧尸聚集 里面的人出不去 但也暂时性地保护了里面的人 不被外面的人入侵 陆星一见四的男生走掉了 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吓死我了 要是被他们发现 我们宿舍有同伙 我们就很危险了 不要放松警惕 杜日希的脸色 没有因为躲过一劫而轻松 反而更加严肃了 很快我就知道 杜日希让我们不要放松 警惕是什么意思了 我是半夜被打砸撞门的声音吵醒的 醒来的时候 看了一眼手机才半夜两点多 听声音应该是二楼或者三楼的女生宿舍 似乎有人暴力撞门 我们四人睡意顿时消失 我不由地握紧了 放在床头的棒球棍 上辈子也是这个时间 同宿舍楼的人 开始搜刮靠近自己宿舍的物资 杜日希看着我们紧张的样子说 不过不用担心 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 杜日希说的没错 撞门的声音很快就停止了 随即而来的是一道惨叫声 但没过一会 惨叫声也消失了 不难猜出 砸门搜刮物资的那个人 发生了什么事 但他估计也是走投无路 实在没东西吃了 才貌似选择出来 友谊就会有二 到了白天天刚刚亮起的时候 对面15栋也传来了咱们的吵杂声 之前基本全校的学生都吐槽过 宿舍那道又厚又沉重的铁门 如今成了每个宿舍 最坚实最安全的存在 不少人连宿舍门都没撬开 就被闻声而来的丧尸咬了 最后也成为了丧尸的一员 我亲眼看见 对面15栋有人已经打开了宿舍的门 还拿到了几包面包 然而却被同行同宿舍的人因为害怕 一把推进丧尸群里面 那个推人的人 却似乎一点罪恶感都没有 连忙捡起掉落的面包 就落花跑了 只剩下那个被推进丧尸群里的 女生的惨叫声被逐渐淹没 我顿时意识到 末世来临后 最可怕的一幕出现了 末世中可怕的不是丧尸 而是被经不起考验的人心 我们宿舍的囤货 足够我们卧在宿舍很久很久 但幸存的人蠢蠢欲动的小动作 也让我们时刻提心吊胆的 又过了两天 这天是一个不平凡的下午 也是一个转折点 下午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宿舍楼 突然开进来一辆大G 上面下来了四个包的 严严实实的男生 我从同样的羽绒服认出 那四个男生 就是之前来过的 他们这次显然有备而来 装备也比之前要好 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找来的车子 甚至人手一把大砍刀 车上最后下来的一个男生 拿着一个大喇叭 昂着头朝着15栋喊道 朱慧兰 下来 只看见对面15栋307 在男生喊话的正上方 有一个人影 从阳台一晃而过 宝贝 下来 我带你走 男生看见阳台上晃动的人影 伸出双臂喊道 我怎么觉得他不怀好意呢 梁小可如同看好戏一般 一边磕着瓜子一边说 没准是真爱呢 陶娜还知道带着女朋友 陆欣一副八卦的样子 几乎整个人 趴在阳台的小缝上面 朝外面看 对面307的阳台 吵吵闹闹的 他们宿舍似乎在争执什么 期间四个男生闹出的动静 已经吸引了不少丧尸 眼看丧尸越来越多 朝着他们涌去 那喊话的男生有点急了 宝贝 快下来 男生焦急的喊道 虽然在宿舍物资挺紧缺的 但这几个男的 明显就是不怀好意啊 第一次来的时候 怎么不见给他女朋友 送点吃的 梁小可说 然而对面307 那个叫朱惠兰的女生 显然不这么想 我看见对面阳台窗户的 放火窗被打开了 紧接着一条 用床单捆绑的绳子掉了下去 那个叫朱惠兰的女生 背着一个背包 小心翼翼的顺着床单滑了下去 朱惠兰 大家好朋友一场 既然你不听 劝我们也不拦你了 该分给你的食物都在这里 我们就此恩断义绝 307阳台的窗户边 有个女生探出头 朝着楼下喊道 然后朝楼下扔了一个 装的满满的袋子 朱惠兰昂着头 好像有些不服气 插着腰朝着楼上喊道 你们放心 我接下来是死是活 都不关你们的事 然而朱惠兰这头话刚喊完 转头却发现 自己身边的男朋友不见了 连同他的三个兄弟 都已经上了车 关上车门 这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就连我们几个看戏的 都没反应过来 宝宝 我还没上车呢 朱惠兰显然也没反应过来 拉了拉车门 发现打不开 对着坐在副驾驶的男生喊道 副驾驶的车窗被摇了下来 听不见那男生 对朱惠兰说了什么 只看见朱惠兰 突然用力地拍打着车门 开门啊 不要把我留到外面 我会死的 开门啊 死渣男 周天康 你不得好死 朱惠兰的吼叫 和拍打车门的声音 吸引了更多的丧尸 眼看越来越多 丧尸朝他们靠近了 那辆大致一个后退 直接开出宿舍范围 只留下朱惠兰 不可置信地站在原地 显然307宿舍的人 也没想到变故来得如此之快 他们嘴上说着 不会再管朱惠兰 但还是第一时间 把绳子放下来了 被丧尸淹没了 等丧尸群慢慢散去之后 原地只有一滩血液 和血液上一团 已经称不上是 人体结构的东西 我们四个人 围坐在小小的 折叠桌子面前 每个人面前 都放着自热米饭 但显然 我们都没有胃口吃饭 即使前几日 杜日希不断跟我们洗脑 任何关系 在危险来临的时候 都经不起考验 但实际目睹过后 还是不能接受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不会丢下你们 倒是梁小可 最先打破了沉默 一声言辞地说道 我当然相信 我们的友情肩不可破 但我担心的是 万一有人抢夺 抢到我们宿舍怎么办 以我的能力 我能保护他们吗 别想了 再想饭都要冷了 陆心仪先低头 扒了好大一口饭 但饭刚进嘴巴 她就有一声 差点吐出来 哦下午看见 那么血腥的一幕 好影响食欲 哦陆心仪说着 又捂着嘴巴 干呕了好几下 感情你是因为 恶心吃不下饭的 老子还以为 你心情不好呢 陆心仪这幅火宝的样子 顺便冲淡了 我们复杂的心情 梁小可一边 给陆心仪倒水 一边骂道 吃完饭之后 我拿出手机 打算刷一刷新闻 手机还有信号 也还能用流量 平时不用的时候 我们都是开着 飞行模式节省电量 但我每天晚上 都会拿出来看看 有没有最新的新闻 微博上求救的帖子 依旧每天都有更新 但基本每个帖子 都没有人回复 国家那些公众号 除了最开始那条 让大家躲进 室内关好门窗的通知 也没有发布过 其他通知了 听杜日希说 她上辈子活了一个月 也没有等到 政府有任何行动 我坚信 国家不会放弃人民 但这日子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盼头 我刚准备把手机收起来 却看见学校二手群 有人说话了 哪个宿舍有退烧药 或者感冒药 我愿意用两包方便便换 我看见说话的人的名字 是15栋307 15栋307 不就是今天那件事的 那个宿舍 我们宿舍四人 因为之前 一袋方便面 我愿意用一袋 方便面换退烧药 说话的人十分心急 连续在群里又发了几条消息 价位从两包方便面 升到了一袋 虽然群里谁都没有说话 但是存活的人 肯定知道 307的人有充足的物资 虽然这时候 我们应该自保不冒头 但是我看着 放在架子上那一排 各色各样的药 心里有种冲动 从今天的事情 看得出来 307那几个女生关系 应该很好 很讲义气 梁小可同样也在纠结 小西 我想帮她 如今 我们都把杜日希 当成我们的主心骨 有什么想法 都会第一时间 跟杜日希说 征求她的意见 如果换作是你们 任何一个人生病 我也会很焦急 我说 杜日希 撅着没看着我们 想了好一会 才缓缓地点了点头 可以 得到了杜日希的首肯 我主动添加了 15动307的人的微信 对方很快就通过了 好友申请 你好 你好 我有退烧药 但怎么给你们 我主动表达了来意 那头马上显示 对方正在输入 但过了好一阵子 才回复 你在15动吗 我看了看杜日希 得到她点头才说 16动619 你们要自己想办法拿药 好 那边发完一个字之后 就没有回复了 在我以为对方放弃了的时候 我听见我们阳台 外面有声响 我认得出那是无人机的声音 因为我之前拍过学院的宣传片 所以听得出 那是无人机的破风的声音 杜日希对我们 比划了近身的手势 拿着棒球 棍静悄悄地出去了 莫过一会杜日希又走了进来 把我刚刚用袋子装好的 一盒退烧药和五包感冒 冰冲剂拿了出去 随着破风的声音慢慢离开 杜日希才回来 她的手上提着一大包某糠的方便面 不得不说 对方还是很手心用的 也不知道 是不是那四个男生 开车离开开了个先例 后面的几日 大家都壮着胆子 开始出门了 有的人是出门寻找物资 有的人不知道 从哪里找来了一辆车离开 我们这边两栋楼也有人出去 但回来的人少之又少 我们也观察到 丧尸在晚上的活跃性 会比白天低一点 而且他们对声音和光比较敏感 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到处都充斥着腐烂的酸臭味 他们嗅觉反而不是很灵敏 虽然我们低调的窝在宿舍里面 但是意外还是会来临 一辆小巴士突然停在我们宿舍楼下 小巴士上面下来了七八个男人 每个男人都戴着安全帽 手上都拿着锄头斧头之类的工具 曹 她的眼神似乎在看一个 跟她有着深仇大恨的人一样 杜日希重生回来之后 除了第一天有些失态 后面一直都是冷静自持 再加上她的性子本来就是稳中自若的 我从来没见过她这么生气的样子 小西 你还好吗 我担忧地握着杜日希的手问 杜日希以前除了我们很少跟外人交际 平日出去 大多数都是被我们拉着去外面吃饭的 我们出去也走得正门 不会走后门工地 所以杜日希不可能认识工地的工人 但看见杜日希这幅目自欲裂的样子 但是从中午被砸合她们 时不时传来的笑声 我猜出她们正在清理楼里的丧尸 听着她们时不时传来的笑声 我心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好可怕 陆心仪捂着嘴巴面露嫌恶地说 她们是怎么做到一边笑一边杀人 丧尸的 陆心仪的话一出 我总算知道哪里不对劲了 即使那些丧尸已经算不上是人了 但是丧尸好歹维持着人形 她们却可以毫不守软地杀丧尸 况且经过几天的观察 丧尸的力气和速度 都比平常人要强得多 她们杀丧尸的时候 竟然还有力气调笑 听她们的声音 她们已经把低层游荡的几只丧尸清除了 我听到她们开始一个个地 撬低层宿舍的门 救命 救命 突然 几道呼救的女生响起 那几个工人说的话 带着浓重的口音 我听不太懂她们说的是什么 但是从她们的笑声听得出 她们说的应该是不堪入耳的谎话 不知道她们是不是找到了某个宿舍 还有存活的人 但听呼救的女生来听 那些工人似乎不是在救她们的 我心里隐约有股不祥的预感 救命 一个女生从宿舍楼里跑了出去 只见她身上衣服都破碎了 上半身只看看挂着 已经算不上衣服不调 只见那女生刚跑出来还没走两步 楼里就走出两个男人 调笑了一人一边架着女生的胳膊 又把她扯了回去了 她们估计是把女生拖回去宿舍里面 只能听见男人淫秽的笑声中 夹杂着女生破碎的乌叶声 我们不能待在宿舍坐以待毙了 梁小可脸色阴暗 垂在身边的手握紧了拳头 我们都赞同的点点头 虽然我们自认为我们的宿舍很坚固 但是对方都是工地上的工人 万一拿出电锯之类的 度日系定的那几块木板就跟闹着玩一样 我们开了一个紧急的会议 打算各自带一些物资跑路 既然要跑路 也不能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特别是那几个身强力壮 以及毫无人性可言的工人 我们把床单和被套拆了下来 学着之前307那样 一个连着一个捆绑了起来 也得亏我们宿舍都是爱干净的 每人都有三套换洗的床单被套 足够让我们捆了一条 差不多18米的长绳子 这能不能行啊 我们这是六楼哎 路心一看着 只是堪堪打两个节连接起来的床单 面露难色地问 姐妹 这个时候就别考虑这么多了 宁愿摔死我都不想被电污 梁小可一边用力地拉紧绑节一边说 那些工人似乎就暂时住在我们宿舍楼了 但不知道他们具体住在哪间宿舍 天黑之后 宿舍楼就暂时没有声音了 又恢复了死机一般的瓶颈 我们宿舍四人到了后半夜 才开始收拾包袱 这时候也不可避免地发出了一些声音 宿舍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全部带走 只能挑着最需要的东西带 我的背包里面装了大部分的药品 和一些日常用品 路心仪和梁小可的包里全是食物 度日系包里都是工具 忙完这些之后 快天亮的时候我们才补眠 虽然很想马上就走 但是白天离开我们四个女生 目标太大 而且白天的丧失活跃度更高 现在就希望那几个工人 在今天入夜前 都不会搜寻到我们宿舍吧 到了下午一点多 我被砸门的声音惊醒 那几个工人又开始 一个一个地搜寻宿舍了 这次的声音离我们近了许多 我猜测大概是三楼的位置 我们四人互换了个眼色 各自行动起来 宿舍的囤的东西不能全部带走 我们也不想给他们留下太多 趁着走前 我们吃了最后一顿自热火锅 也顾不上味道 会不会散发出去了 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 听到了有幸存的人的宿舍 被打开的声音 有无助的求救声 也有肮脏不堪入耳的阴晦话语声 突然 砰砰砰的撞门声 在离我们很近的声音响起 是我们隔壁618宿舍 你看这铁门后 还有个阻门器 这里面肯定有人 一个沙哑的男人声音响起 我们一惊 他们竟然直接就上来六楼了 我们四人马上把晚上收拾的背包背好 杜日希先趴在阳台 又往下观察了一下 确定楼下应该没人 才把绳子降下去 这宿舍也有阻门器 这宿舍门框还用电汗焊死了 里面一定有人 而且有充足的食物 完了 被他们发现了 这个念头才刚在我脑海浮现 我们宿舍门外 马上响起了句子聚门的声音 小夕 你先走 梁小可把绳子 系紧在逃生窗户旁边的栏杆上 冲着杜日希说 梁小可害怕陆星以后 我都不敢走第一个 宿舍里面体能比较好胆子 比较大的 就是他和杜日希了 他打算让杜日希走第一个 在下面接住我们 他自己电后 杜日希也没有矫情 直接跨上阳台 手里紧紧拽着绳子 双腿夹着绳子 一点点的往下滑 我听见外面门口传来电锯的声音 连忙把桶装水移到门口 死死的堵住门 希望可为我们多争取一点时间 杜日希很快就落到地上 脚刚刚站稳 梁小可就推着陆星以出去了 陆星以一看六层楼的高度 又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吓得眼泪和鼻涕一下就飞出来了 但这个时候 他也死死咬紧牙关没有出声 陆星以降落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听到我们的铁门 发出灯的声音 应该是门连接门框的荷叶 被锯开了 最牢固的铁门已经被锯开了 那盗幕门就更加不能看了 我和梁小可都还没有下去 一时之间 我俩都有些交集 梁小可把阳台的门从外面上了锁 我看见陆星以已经过了二楼 便爬上阳台准备下去了 本来没有任何措施 从六楼滑下去看着 都已经够恐怖了 等我亲自握着绳子 整个身体爬出去窗外的时候 我才感觉到困难 我才刚滑了一点点 仅仅握着绳子的手掌 和夹着绳子的大腿内侧 就活啦啦的痛 绳子还经常不受控制的晃动 好几次 我都差点抓不稳 等我降落到四层的位置的时候 我听到了电锯锯木头的声音 是我们的木门被锯了 我心急如焚 更加迅速地往下滑 也顾不上绳子摩擦的疼痛了 梁小可还在上面呢 我不得不担忧 对方来势汹汹 等他们破门发现 我们从窗户逃走了 直接下来拦我们 我们跑步跑得掉 这个想法刚刚从我脑海中升起 我就看见一辆小巴车 从临间小道上行驶 方向朝着我们直冲而来 只见小巴车 一个帅气的飘移停在我们面前 只见车门打开一个女生探出头来 快 上车 你是谁 杜日希并没有马上上车 可是警惕地看着 突然开着小巴车出现的女生 307 知道吗 我是15栋307的 那个女生说 听到对方是我们之前帮助过的 307宿舍的女生 杜日希不再多想 让陆欣仪先上车 梁小可在上面看见楼下的情况 突然从楼上扔了好几箱东西下来 他们破门了 梁小可扔完东西 突然大喊了一声 我心里一急 直接在二楼的位置就松了手 好在下面杜日希眼疾手快地接住了我 不然我的屁股可能要遭殃 梁小可见状马上跨出阳台 她下降的速度比我们都快不少 即使是这样 梁小可划到四层位置的时候 一个男人从阳台探出头来 他们跑掉了 快下去 那个男人刚好和我对上视线 马上冲自己同伙喊道 妈的 即使是一厢奉公守法 好好功名的梁小可见状 也忍不住抱了一句粗口 梁小可听见有人匆匆跑步的脚步声 自己慢悠悠滑下去 肯定来不及的 她一咬牙 直接在三层的位置松了手 我们几人在下面看见梁小可自由落体 吓得连忙冲了过去 梁小可在快靠近地面的时候 又紧紧地抓住了绳子 减少了重力 即使是这样 她也没站稳四脚朝天地摔倒在地上 那几个工人已经出现在宿舍的楼梯口了 梁小可连疼痛也没顾得上就爬起来 推着我们几个上车 梁小可刚跨过车门 她的衣服背包就被人扯住了 回头一看 一个男人凶神恶煞地看着她 男人凶神恶煞地看着梁小可 眼里都是无尽的淫晦和贪婪 已经看不出她的眼睛里有一丝人性了 我可去你妈的通天罗汉屁 度日膝件状 直接拿出挂在腰间的刀子 往男人手上扎去 男人吃痛 拉着梁小可背包的一边手手一下就松开了 梁小可趁机一个回旋踢踢到男人的下体 男人熬的一声 松开抓着梁小可背包的手 捂着下体退后了几步 男人的同伙这时候也追上来了 梁小可一下跳上车子 开车的那个女生连车门都没来的机关 直接一脚踩上油门 一个大转弯直接向外面驶去 我们几个连坐都还没有坐下 挫不及防的都被甩得四仰八叉的躺在地上 等车子平稳的行驶在林间小道 往学校外面开去的时候 我们才意识到终于安全了 我还躺在车子的地板上 久久没有回过神 劫后一声 我的力气仿佛瞬间消失 身体各处好像都在疼痛 你没事吧 我的视线突然出现了一个没见过的女生 对方的面容十分友善 没事 我被没见过的女生搀扶着坐到椅子上 陆星仪也被扶着坐起来 她坐起来第一件事 就是哇的一声哭了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陆星仪哭得毫无形象 也不知道是不是憋了许久 我第一件眼泪和鼻涕 同时刷一下流出来的人 你们怎么会开着这个车子 知道我们刚好要逃的 等我们都冷静下来 杜日希才问 昨天我看见那几个工人 进入你们那栋宿舍楼 发生那种事情 我想着我们离你们宿舍楼这么近 如果我们不逃 很快就轮到我们了 回答杜日希的是 正在开车的那个女生 我们想到学校停车场 有一辆平时带社团 我开车的时候还给你们 就是加了我微信的人 发了微信来着 但你们没回复 我惊讶地拍了拍脑袋 从口袋里面掏出手机 昨晚顾着收拾东西 手机一直都是飞行模式的 一直没有拿出来看 两个女生这时候 才正式介绍了他们自己 负责开车的叫一元 最开始加了我微信的 叫马雨然 我们和你们并不认识 你们为什么冒死回来救我们 杜日希的警惕心很高 马雨然插着腰哼了一下 我马雨然是讲义气的人 你们之前慷慨给腰救了原子一命 那我就回你们很正常吧 但你们之前 也跟我们交换了方便面 杜日希说 我可不傻 你们跟我们交换药物 你们的危险就暴露了 马雨然的样子太正义了 这下连杜日希都不再怀疑 我们六个人 虽然离开了学校 暂时安全了 但我们不能毫无目的地走下去 得思考一下 接下来该去哪 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 梁小可的手机却响起来了 是我爸 梁小可激动的整个人跳起来 迫不及待地接了电话 按了免提 我们所有人都能听到 喂 是小可吗 电话那头显然信号并不算好 有着沙沙的杂音 是 爸爸 我是小可 梁小可激动的快哭出来了 太好了 小 小可 你还活着 电话那头的男人声音很激动 你现在在哪 还在学校吗 不在学校了 我很难跟你解释我现在在哪 梁小可快速地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我们如今是六个人漫无目的地开着车子 爸爸给你打电话 也是要告诉你 政府在X市建立了一个基地 我和你妈妈现在也在这边负责助手 你们能过来吗 我X是离我们很远 但政府建立的基地无疑是最好的去处 梁小可用眼神询问了一下我们的意见 看到我们都点头之后说 可以 确定了目的地之后 我调出地图给议员看 议员看着车往大概的方向开去 梁小可并没有和爸爸寒暄太久 一来他那边很吵杂 二来他也准备去助手了 有了目的地后 我们一路向着目的地出发 本来X是离我们救援 因为丧尸的缘故 很多路都不能走了 只能绕路 路程花费的世界更是大大增加了 这一路上我们都没有遇到活人 连去加油站给车子加油的时候 加油站内游荡的都是丧尸 我也杀了我人生中第一只丧尸 虽然杀完后 回到车子就发起了高烧 还做了一晚上的噩梦 但好在这一路也算有惊无险 我们这六个人一路上轮流开车 就连只考完科三 还没拿到驾驶证的杜心仪 也开过一段路 我发誓那段路 是我过得最心惊胆跳的一段路 我们开了将近20天 距离还有X是 还有80多公里的时候 我们车子的油再次耗尽了 我们找了最近的一个加油站 打算加个油 我看这个加油站十分安静 不仅没有活人活动的迹象 连丧尸都不见一致 一直坐在车里 早就坐得腰酸背痛了 我们几人都跳下车 活动了一下筋骨 憋不住了 我要去上个厕所 一员捂着肚子难受的说 你一个人去不安全 我们一起去 梁小可说 太好了 这个自助机竟然还有电 这一路上我们加油加得异常艰辛 大部分加油站都没电了 没办法加油 后来我们就多找了个空桶多存油 但这时候我们的油量也见底了 还好这个加油站的自助加油机还有电 之前考完驾照后 我就开我爸的车 爸爸随手给我弄了一张加油卡 一次性往里面冲了几万块 我平日都在学校不怎么用 卡都是放钱包的 还好离开的时候 我钱包恰好在背包里 我这边刚把加油枪插进油箱里面 突然就看到梁小可和一员 慌慌张张的从加油站后面跑出来 好像还朝着我们喊着什么 然而下一秒我就知道 他们为什么慌慌张张了 只见梁小可和一员身后跟着好几只丧尸 源源不断地从拐角处跑了出来 杜日希反应最快 他一看丧尸出现 就马上提着一把大砍刀冲了上去 大砍刀是我们之前在路上遇到一个超市 在超市里面搜刮到的 马云是第二个跟着上去的 和杜日希一起把冲在最前的丧尸 给他迎面就是一刀 我见状连忙冲着陆心仪喊道 心仪你来加油 陆心仪接手了我的位置 我连忙从车里面拿出胖球棍和砍刀 冲过去帮他们 我的棒球棍打在丧尸的脑袋上的时候 我就感觉不对劲了 这群丧尸比我们之前遇到过的丧尸行动还要迅速 脑袋也更加坚硬 不只是我 其他人也发现这个问题 这个加油站后面还不断地跑出丧尸 我们渐渐落了下风 只堪堪顾得上躲避 别管了 快走 快上车 杜日希意识到我们不能继续纠缠下去了 冲我们大喊道 大家快回来 陆心仪不知道什么时候坐上了驾驶位 把车子打着火 我们迅速地往后退 躲避开丧尸的攻击 朝着车子快速地跑过去 这时候天色已经黑了 加油站内没有灯 只有我们的小巴车亮着微弱的灯光 丧尸在夜里行动会比白天敏捷 而且他们有趋光性 在全黑的情况下会朝着光亮的地方走去 我们几人一口气都不敢松懈 拼了命地往车子跑去 头也不敢回 突然跑在后面的杜日希突然闷哼了一声 我回头一看 却看见他摔倒在地上 他身后的丧尸手上有一截破碎的羽绒服布料 估计是丧尸勾到了杜日希的羽绒服 杜日希一下子没站稳摔到了 眼看丧尸下一秒就要扑上杜日希身上 杜日希也知道这下自己躲也躲不开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丧尸扑过来 这一秒是我过得最漫长的一秒 我脑子还没反应过来 身体已经冲了出去了 等我意识到的时候 我已经靠着冲击力把丧尸撞开了 快走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潜能 撞开丧尸后连忙就把杜日希拉起来 梁小可和马雨然在车子门口朝我们伸出手 我连忙一推杜日希 先把杜日希推了上去 最后用力一跳自己也上了车 陆心仪连门都没来的机关就直接开车 我们几个重心不稳的全都扑倒在地上 我这边还没站起来 就感觉有什么东西扒拉着我的腿 我转头一看 一只丧尸死死地抓住了我的脚 梁小可最快站起来 举起大砍刀就朝着丧尸的手砍了下去 我可娶你母亲的 等确保车子开出加油站 丧尸被我们全部抛在后面了 我们几个人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太 太刺激了 一元躺在地上重重地呼出一口气说 我刚刚去上厕所 刚准备脱裤子 就看见隔板上趴着一只丧尸 下午差点窜息 吓死我了 一元那一嗓子 直接把丧尸全吼出来了 没想到加油站里面四处都藏着丧尸 梁小可心有余悸地说 所以 你还没拉屎 陆心仪抓到了盲点 那种情况下 谁能拉得出来呀 一元说着又捂住了肚子 现在放松下来 我又想拉了 我靠 你别拉车上 和一元并排躺着的马雨然迅速远离一元 他们几个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同时扑齿地笑了起来 然而我却没有心思笑出来 车子里紧张的气氛 在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说笑中消失 车子里传出响亮的笑声 然而我却笑不出来 我的目光落在小腿上那条触目惊心的血痕上面 长长的血痕在白皙的小腿上格外清晰 特别是伤口两边的肉还往外翻 伤口还在往外冒血 陆心仪 我心里几乎马上就有了决断 停车 可能是我的脸色太过严肃冷峻 可能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 我用这么生疏的语气说话 一瞬间所有人都看向我 怎么了 陆心仪嘎这下停了车子 回头疑惑地看向我 开门 我要下车 我想让自己尽量表现得冷静一点 但颤抖的嘴唇出卖了我 杜日希眼睛最尖 一眼就看见我小腿内侧 那条长长的还在冒血的血痕 你被抓了 和我预想的不一样 我以为大家看见我被抓了之后 会迅速地远离我 然而他们却大惊失色地一下 全围了过来 反而是我被吓得连连后退 你们 你们离我远一点 杜日希不由分说地 抓住了我的小腿 脸色严峻地说 把点斧拿来 不行 我剧烈地反抗 想要挣脱杜日希的手 这些血痕一看 就是刚刚丧尸抓我腿的时候留下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的缘故 我慢慢开始感觉头脑胀胀痛 身子有种轻飘飘的感觉 陆星仪拿了妆药品的背包过来 杜日希拿出点斧的瓶子拧开 用棉签沾了一点 小心翼翼地涂抹在我的腿上 也不知道是不是 我正在变成丧尸的原因了 我觉得浑身轻飘飘的 反而腿上痛觉不是特别明显了 我看见杜日希拿着棉签的手都在抖 其他人也是一脸担忧的样子 陆星仪甚至紧张地开始掉筋痘痘了 车子内的气氛很沉重 每个人的脸色 甚至比我这个快变成丧尸的人还要差 我努力地撑起一个笑容 用故作轻松的语气说 别哭了 快到基地了 不用再担心受怕了 我觉得脑袋晕沉沉的 可能下一秒就要变成丧尸了 不过我猜我应该是丧尸群里面 最漂亮的丧尸吧 别哭了 我临走前 可不想看见你们眼泪鼻涕横流的样子 我觉得我不是那种特别会安慰人的人 你看我一说话 几个人哭得更厉害了 特别是陆星仪 从鼻孔里面流出长长一串不断的鼻涕 我觉得我的脑袋越来越沉重了 感觉下一秒我就要失去意识 我强承起身子 推开杜利西站起来 跌跌撞撞地打开了车门 一下跳到路边 他们几个人想来拉我 我一下躲避了他们的手 站在车子下面对他们微笑着挥了挥手 我想我应该是最得体的丧尸了吧 我最后一次回头看着他们 希望把他们的模样 死死地刻在骨髓里 要是有投胎 我要跟阎王爷说 下辈子还要当他们的朋友 亲人 我的意识最后定格在他们五人红着眼睛的画面中 后面我就眼前一黑 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 我感觉我的意识浑浑噩噩的度过了很长时间 我的世界里面一片黑暗 偶尔能听到一些细微的声音 但是那些声音离我很远很远 我无论怎么努力都听得不真切 说好人死了之后会变成灵魂呢 难道变成丧尸的人不算死亡 不能变成灵魂 我不会这么倒霉 连投胎的机会都没有吧 我气得一直在大骂个路神仙 我敢保证东方西方任何我知道的神明 几乎都被我骂了一顿 开玩笑的 我大部分时间意识都很混沌 连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 偶尔有稍微意识清明一点的时候 我会听到一点点细微的声音 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 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直到某天我突然闻到了一股诱人的食物香气 我突然感觉到特别饿 浑身都又累又疲惫 妈的 我要吃东西 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力气 拼命地想冲突周遭的黑暗 努力地想要去靠近香味的源头 我能感觉我的意识 好像慢慢可以控制自己 距离香味越近 我还能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 能感觉到一点亮光 凉了 把鸡腿撤了吧 不是说用食物勾引 肯定会有效果吗 好可惜 我特地抹了很多蜂蜜呢 鸡腿 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 抹了满满的蜂蜜的鸡腿了 自从丧失爆发 我们大部分吃的都是素食 甚至在逃难的路上 还因为晕车吐了好几回 吃得更加差了 我可以吃了吗 现在可要珍惜食物 嗯 吃吧 什么 不行 我要吃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一下子用力睁开了眼 同时大吼道 别吃 涌入眼睛的是刺眼的光芒 我适应了好一会 才看清眼前的场景 何人 我看见杜日希 他们五个人红的眼眶 激动地看着我 你们怎么也死了 我的第一反应 是这么亮的地方 应该是天堂 我一声行善 记得上天堂是应该的 但怎么他们五个 也跟着上来了 你才死了呢 他们原本一副欲哭的样子 被我的一句话打破 梁小可没好气地 拍了拍我的肩膀 这是哪呀 我不是变成丧尸了吗 肩膀的触感 让我意识到 我似乎不是在天堂 我环顾了一下周围 这是一个类似病房的房间 但房间内放着 许多我看不懂的仪器 你不知道吧 胡圈圈 陆心仪看起来十分激动 你是血清拥有者 你的血液 竟然可以免疫丧尸病毒 靠 我竟然这要牛逼 后来我如愿地干掉了大鸡腿 听他们五人 七嘴八舌地描述了 后面发生的事情 原来我那时候眼前一黑 直接晕倒了 杜日希敏锐的直觉告诉他 我应该不是要变成丧尸 毕竟之前目睹人变成丧尸 几乎就是短短几十秒的事情 哪还能像我这样 牢牢叨叨叨 说了一堆废话呢 后来他们一起 把我抬回去车子上面 才发现我浑身烫得惊人 用温度计探测 我都直接飙到顶头了 用陆心仪的话说就是 当时在我脑门上 打个鸡蛋马上就能数 后来他们五人轮流 一边照顾我 一边驱车往基地赶 终于第三天早上 就赶到基地了 后来梁小可在基地里面 找到了他的父母 然后大家执意 要把我也带进基地里面 一开始基地的负责人不同意 觉得我被丧尸抓了 虽然现在在昏迷中 但依旧是一个定时炸弹 但是基地里面负责 研发血清的一个老医生 却从五人七嘴八舌中 听出了什么 在他的要求下 给我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最后发现 我体内有丧尸病毒的抗体 我之所以一直在昏迷 是因为我体内的抗体 正在和丧尸病毒斗争 我醒来之后 基地的医生围着我 给我做了许多检查 最后得出结论 我痊愈了 奔波了这么多天 又在病床上躺了好几天 终于走出去 看见阳光那一刻 我差点想抓着每个路人 都亲上一口 杜日希看见我活蹦乱跳的样子 抱着我忍不住哭出声 还好你没事 后来我无私地捐献了自己的血液 投入丧尸病毒疫苗的研发中 疫苗的研发由我的血清 大大的提高了效率 才过去三个月 第一批疫苗就已经研发出来了 我那五个好朋友 自愿是用第一批疫苗 并且积极配合观察 不出半年 丧失病毒的疫苗就研发成功 正式投入市场 所有研发疫苗的钱 都是国家政府掏钱的 每个人都可以免费接种 而我和五位朋友 都得到了国家政府负责人 亲自颁发的奖状 一年后 城市在慢慢重建恢复 三年后 我们六人把剩下的课程学完 拿到了毕业证 毕业后 我们宿舍四个人住在一起 杜日希学的是土木工程 毕业之前 她已经加入了政府重建家园的 毕业之后 已经在项目组里面混得风生水起 梁小可因为有父母的关系 加入了重建家园农业开发的项目组 而陆馨仪却自己开了一个小餐馆 每天的客人络绎不绝 一元和马雨然 在后面重建家园的时候 找回了自己的家人 后来就一起参与了自己城市的重建 重回回到各自的家里 他们和我们不是同一个城市 但我们经常有通话来往 听说他们都当了室内设计的设计师 而我 因为学的是播音 后面就直接成了新闻联播的主持人 我们每个人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距离丧尸爆发已经过去六年了 在一年前 大部分城市的重建已经基本完成 所有人的生活又慢慢回到了正轨 我们六个人 找到了一个天势地利人和的机会 重新去了一次 这时候我们每人脸上都褪去了志气 多了几分成熟稳重 当年丧尸爆发后 惊险的日子成为了过眼云烟 提起当年的事情 我已经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估计大家都和我一样的心情 说了几句之后 不约而同地笑着碰了碰杯 一杯啤酒下肚 只有小麦的香味 还好我重生回来 这次大家都活着 真好 两杯酒下肚 杜日希显然话多了起来 杜日希后来也跟一元和马雨然 说了自己重生回来的事情 这已经成为我们六个人的小秘密 酒足饭饱后 我们心血来潮地想爬到山顶看日出 我们六个人依靠在山头 看着晨光破晓 太阳一点点升起 新的一天到来了 真好